前一陣子,土耳其政府說要把聖索菲亞博物館 改成聖索菲亞清真寺 讓基督教世界一片化然 連教宗方济各也說,他因為這個改變而感到非常痛苦 希臘人還因為這個改變,說要抵制土耳其商品 這當中到底有什麼恩怨情仇?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聖索菲亞的更名事件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這次聖索菲亞的更名事件,在歐美國家鬧得滿城風雨 只不過位於遙遠東方的我們,還真的有點難理解 這個位於土耳其的觀光聖地 要被叫做聖索菲亞博物館還是聖索菲亞清真寺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有意見呢? 而且最神奇的是,在台灣 我們其實不叫它博物館,也不叫它清真寺 而是稱呼它為聖索菲亞大教堂 那為什麼一個建築會有這麼多不同的稱呼? 這些稱呼又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為什麼改名字會有人要在吵架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一探究竟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又聽到一次雜招呼 表示又進到了我們的工商服務時間 你知道在台灣哪位神明最受歡迎嗎? 去年圖文不符推出了 《台灣神明紅人榜》的圖文專題 用最潮、最鮮豔的繪圖風格 重置了三太子、觀世音、土地公、媽祖等等 十位網路聲量最高的神明 獲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評 那現在這些糊糊生風、潮流有型的神明們 都附身在我們的全新商品 《2021 最潮神明月曆》裡面 《潮聖月曆》用左右分開的雙頁設計 讓你可以自由的搭配你喜歡的神明與月份 不過一翻頁就要跟喜歡的神明說再見 此外我們還特別的把神明圖卡 做成明星片的尺寸 方便大家剪下來獨立收藏 或是把BOBBY分送給親男好友 那麼這麼棒的月曆要在哪裡才買得到呢? 很簡單喔!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就能用佛心價350元買到朝聖月曆 9月16日之前下單 還能獲得氣魄十足的 A3滿版神明海報一張喔! 現在就點擊網址 領取一整年的神力加持吧! 大家到土耳其旅遊的時候 一定都會去參觀釋索菲亞大教堂 這是因為它不管在建築、宗教 還是歷史上都非常有意義 甚至還被國際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這座教堂是在西元六世紀的時候就蓋好的 也就是說它已經蓋好了快1500年了 但現在大家去參觀的時候 看到屋頂上面大大的圓頂 還是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很難理解那麼大的圓頂 在當時是怎麼蓋起來的? 事實上當時蓋這座教堂的人 也是請了全帝國之力才蓋好的 他動用了超過一萬人來蓋這座教堂 而且光是在石頭的部分就用了埃及的斑岩 希臘的綠色大理石、敘利亞的皇室 以及博斯普魯斯海峽地區的黑石 甚至還找了當時非常厲害的物理學家 還有數學家來當建築師 才有辦法成功蓋出巨大的圓頂 那這個擁有雄厚資金 還有辦法號召這麼多人力、物力的人 就是大家以前上歷史課時 一定都有聽過的查士丁尼大帝 查士丁尼所統治的羅馬帝國 已經是分裂過後的羅馬帝國 也就是被我們稱為拜占庭帝國那邊 但在查士丁尼掌政的時候 他非常努力向西邊進攻 從所謂的滿族手上搶回了很多的土地 也因此他被稱之為查士丁尼大帝 但不僅大家覺得查士丁尼很厲害 連查士丁尼自己也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因此他一直都想要靠一些實質的東西 來彰顯自己的偉大 這個時候蓋一座全世界最偉大的教堂 就成為了他合理的選擇 因此在政教合一的拜占庭 蓋一座超厲害的教堂獻給神 除了可以彰顯他的虔誠之外 還可以炫耀他的王權 只不過出生的時候 是一座教堂就一輩子是教堂了嗎? 在查士丁尼之後 拜占庭的國力就不斷摔退 還一直被東邊的伊斯蘭政權打 因此拜占庭曾經在11世紀的時候 向西方的羅馬教宗求助 開啟了長達300多年的十字軍運動 只不過這些十字軍的素質稱之不齊 原本應該是要幫忙拜占庭打退伊斯蘭政權 甚至搶回耶路撒冷的 沒有想到某一次的十字軍居然地獄薰心 轉而攻擊拜占庭帝國 還創了一個拉丁帝國 讓原本屬於東正教教堂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短暫的成為了天主教教堂 但對於聖索菲亞大教堂來說 剛剛那個小插曲不是特別重要 真正改變他命運的那一年 其實是1453年 不知道大家聽到1453的時候 有沒有一種熟悉的感覺呢? 如果你高中有被逼著背歷史的話 可能就會記得 1453就是 俄圖曼土耳其征服拜占庭帝國的那一年 羅馬帝國也在那一年正式滅亡 從此之後 沒有拜占庭帝國,只有俄圖曼帝國 沒有軍事坦丁堡,只有伊斯坦堡 沒有聖索菲亞大教堂,只有聖索菲亞清真寺 而俄圖曼帝國的領導者 也把原先教堂需要的中靈、祭壇聖上 以及祭典所要用的這些器具全部都移走 還用石灰覆蓋了原本教堂內的祥賤化 並逐漸加上一些清真寺應該要有的元素 例如號召信徒來禮拜的換拜樓 用來講道的講台敏拜爾 還有標示出禮拜方向的壁坎米哈拉布 不過這些改變 也無法扭轉他過去在基督教世界的崇高地位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 聖索菲亞清真寺就成為了跨越信仰的聖地 同時也是信仰衝突的據點 他一方面象徵了俄圖曼帝國的偉大 一方面也不斷地在提醒著基督教世界 你們被打敗了 只不過偉大的俄圖曼帝國也有衰敗的一天 他在19世紀被形容成是歐洲秉夫 一戰的時期更被列強瓜分 分裂成了好多個小國家 那在這個俄圖曼土耳其衰敗的時候 聖索菲亞清真寺即將再一次的改變 在俄圖曼土耳其原本的領土被列強占領的同時 土耳其人也在凱末爾的領導下面 展開了土耳其國民運動 選擇跟佔領軍開戰,多回了部分領土 並成功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 只不過在土耳其死而復生的情況下 凱末爾也發現 在向西方世界學習好像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 因此他開始推行許多西化政策 也逐漸降低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力 以前拿來象徵帝國光榮 並棄死基督教世界的聖索菲亞清真寺 也在這一步的改革當中成為了讓基督教 還有伊斯蘭教可以和平共處的聖索菲亞博物館 因此館內擦掉了部分覆蓋在這種鄉間畫上的石灰 讓東正教時期的藝術能出來透透氣 而清真寺的元素也依然存在 並開放給所有的人進來參觀 這等於是在跟世界宣告說 土耳其是一個可以讓所有的宗教共存的國家 從那個時候開始 聖索菲亞不再專屬於某一個宗教 而是人類共同擁有的文化遺產 那儘管到了現在 伊斯蘭教跟基督教之間的關係還是相當緊繃 那在這棟建築裡面,他們可以和平共處 這裡也因此成為土耳其最著名的觀光聖地 也可以說是世界上難得能夠展現 多元宗教融合的代表性建築 那在這個看似Happy Ending的情境裡面 為什麼現在的土耳其總統 要把博物館改成清真寺呢? 今年7月,土耳其總統鄂多安突然宣布說 他要撤銷凱莫爾在1934年 把聖索菲亞清真寺改成博物館的政令 恢復他作為宗教場所的角色 那雖然外界看起來這個舉動好像很突勞 但實際上這個證明的議題 每隔三到五年,就會被土耳其的保守派政黨 拿出來炒作一番 那這樣的立場,也有許多人民支持 因此也有人認為,惡多安這次更名的舉動 只是想要拉攏保守派的選民 來依轉民眾對他執政不利的批評 但如果我們挖深一點點來看的話 民眾這樣的情緒,可能也是在反抗過去的西化政策 過去的土耳其在凱莫爾的領導下 疏遠了跟西亞各國的關係,努力向歐美靠攏 只不過土耳其把歐美當兄弟 歐美卻只把土耳其當小弟,這樣的狀況 在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的例子裡最明顯 土耳其最早在1987年的時候就申請說要加入歐盟 但卻從來沒有被接納過 這樣的狀況,讓土耳其人越來越心灰意冷 他們慢慢開始覺得,既然不能成為西方的一份子 那不如重拾過去東方的身份 而目前的執政黨、正義發展黨 就滿足了這樣的需求 他們重視民族主義、重視伊斯蘭的價值 試圖帶領土耳其人找回鄂圖曼帝國的榮耀 還有伊斯蘭的身份認同 而這些理念,都讓伊斯蘭主義派的土耳其人 好像捉到了某種穩固的落腳地 因此,土耳其近年來也開始干預敘利亞衝突 投身東地中海的能源競竹 展現出成為穆斯林強國的堅定一致 而土耳其的諾貝爾獎作家帕穆克 也在BBC的訪談中表示 他認為政府把聖索菲亞變回清真寺的決定 是在向世界傳達,土耳其不再是四族派的訊息 在土耳其漸漸從世俗轉為保守的過程中 這次把聖索菲亞改回清真寺的決定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可是想要知,這樣的做法會引起許多西方國家的反彈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也成功地獲得了大部分伊斯蘭國家的好評 他們甚至讚美俄多安總統是伊斯坦堡的第二個政府者 但大家也不要誤會說 所有的伊斯蘭國家都會支持這樣的做法 像是近年來,正在土耳其反對立場的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埃及都發表聲明說 他們不認同這次聖索菲亞清真寺的更名事件 因為他們認為,這會加深伊基督徒 對於穆斯林的負面觀感 甚至會激起西方世界對穆斯林的仇恨 只不過這些說法也很可能只是表面的原因 因為如果從最近西亞的政治角力來看的話 這些國家應該是比較討厭土耳其最近越來越高漲的民族主義 以及頻頻想要佔領周邊資源的舉動 在剛剛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跟著聖索菲亞這個建築 一起走過了1500年 它每一次名字的改變 都會伴隨著一個國家的興起或滅亡 但雖然它本身從來沒有動過 但它被賦予的意義卻是越來越多的 像是在這次的事件裡面 土耳其政府其實是有說 儘管他們把聖索菲亞博物館變回聖索菲亞清真寺 但他們並不會對內部進行任何的更動 也一樣會開放給所有人參觀 也就是說聖索菲亞的藝術價值不會被改變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不變是不可能的 就算只是把名字從博物館改變為清真寺 但這座建築象徵的意義還是變了 它清楚地標示出目前的土耳其政府 面對宗教以及國際關係的態度 雖然現在我們可能還無法判斷這次聖索菲亞的改變 會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 但現在這個時間點 很有可能會成為土耳其發生重大轉變的起始點 最後,我們想要問問大家的是 你對這次聖索菲亞公民事件的想法是什麼呢? A. 他叫什麼都無所謂 只要我還能進去參觀就好 B. 不能接受以前象徵者 包容不同立場的博物館比較好 C. 支持土耳其 不需要看西方臉色做事 恢復自己民族的光榮吧 提起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聖索菲亞的公民爭議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以色列和阿拉伯的世紀大和解 以及德國人為什麼討厭土耳其人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